8月12号 陈慧玲 张志玲作为代言人出席月饼代言活动 新场故事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两人为人父母的要出控陪孩子玩玩灯笼 乘乘乐吧 中秋节是跟一家人度过 那今年还是跟以往一样 都是买一些灯笼 然后拍照 吃月饼 然后赏月这样 陈慧玲会不会怕变胖啊 因为现在香港的月饼都是比较 没有那么甜的了 还有就是那个尺寸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应该是可以的 适量去吃是OK的 对 寻慧玲唱会还没有完啊 就是很长很长 就是不停的 就是各一个月各两个月又来一个这样 所以一直要保持 保持这个fit 很fit的状态 可能有一套会比较性感一点 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定 因为怕会走光 那我们还在讲当中 张志玲接受访问时表示 下星期将会和月饼品牌公司 一同到澳洲做月饼宣传活动 他还透露澳洲回港后 就要为上海的演唱会做准备 只是金表拍得这么满 简直吓死人了 因为去完澳洲之后 就要马上去上海 去举办自己的演唱会 然后也会去宁波 然后宁波一下飞机 就会去英国派系 对 这些派系要完全用英语来做对白 那虽然自己也会说 可是也是蛮大压力的 每天都会现在再尽量去练习 然后尽量去背好自己 要说得对白 那希望能够不要丢了 做好一点 感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